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贫贱,顾名思义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 从相学的角度来看 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 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 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 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 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向特征 一生比较穷苦 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一,女人的十大贫贱之相 一,耳垂小 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 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 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 从小生活坎坷 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 这种面向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 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 二,连心眉 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 也就是两条眉毛连在一起 将印堂遮住的话 说明心胸狭隘 嫉妒心非常强 眼睛里容不得别人 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女人 人际关系极差 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 没有什么朋友 更没有贵人帮助 三 潮天鼻 如果一个女人是潮天鼻的话 说明有破财的征兆 这种类型的女人 大多手中存不住钱 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 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导致财富流失 并且猪鼻子的女人 大多性格大大咧咧 说话直来直去 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四,额头凹凸不平 在相学当中 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 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 说明自身的面格是非常苦楚的 在打拼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 生活经历非常复杂 尤其是到晚年时期 大多会孤苦一人 无法安享晚年 五,双眼无神 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 就像死鱼眼一样 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 这种类型的女人 大多感情比较坎坷 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 会遇到很多困难 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 也非常不稳定 离婚的概率极高 另外,双眼无神的女人 身体情况不是很好 抵抗力差 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 如果一个女人 山根有启节的情况 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 是非常不如意的 这种女人选择男人 没有眼光 容易遇到渣男 婚后的生活 可谓是多灾多难 不仅与丈夫之间 矛盾重重 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 很有可能会出现 众叛亲离的情况 7.牙齿漏锋 在项学当中 牙齿漏锋是非常不好的征兆 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 语言表达能力较弱 难以担负重任 在工作方面的发展 是非常不如意的 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 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 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 8.颧骨高 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 是典型的客夫之相 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 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 一生坎坷不断 命运多舛 9.眉毛尾部稀疏 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 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 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 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 10.嘴巴大 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 说话不经过大脑 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 财运方面 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 而损失钱财 难以有丰厚的储蓄 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 2.男人的十大评价 1.两眼无神 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 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 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 做事也没有耐心 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 这种类型的男人 缺乏打拼精神 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 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 2.两腮无肉 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 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 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 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 生活质量不是很好 同时也难以给家人 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 3.鼻梁凹陷 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 说明一生孤苦 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 经济状态非常拮据 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 另外 这种类型的男人 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 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 4.牙齿参差不齐 在相学当中 牙齿参差不齐 是典型的漏财之兆 这种类型的男人 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 即便赚钱能力再强 也难以聚集财富 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而越来越差 5.头发枯黄 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 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 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 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 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 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 很容易做出步伐的行为 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 6.桃花眼 在相学当中 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 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 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 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 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 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 而陷入人事纠纷 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 7.声音柔弱低微 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 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 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 大多缺乏魄力 做事不够果断积极 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 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 这种类型的男人 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 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 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 8.眼神浑浊 在相学当中 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 黑白不分的话 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 这种类型的男人 大多心术不正 做事没有耐心 为人自私自利 凡是只考虑个人得失 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 9.嘴歪 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 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 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 说话含糊其词 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 这种类型的男人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无人给予帮助 再加上自质平庸 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 10.形象不佳 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 坐没坐相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 就像流氓地痞一样 完全没有绅士风度 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 也是非常贫贱的 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 自身运势越来越差 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 如果一个人 有上述这些项学上的缺点 就很难有宏大发展 少数一项 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 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 那就越糟了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 天生此项只能认了 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 形式讲正义 用天地正气来补相格不足 也会变佳的 面相是一种透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 来论命的民间学问 常言道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好的面相自然能让人 有好福气 好运气 反之 败相的话 自然会把运气给赶跑了 那什么是败相呢 大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 败相的特征 希望你一个都没中 一 头小 所谓头小 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的 如果一个人的身子 长得较为宽大 头比较小 整个身体的比例 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 男人如此 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 而女人如此的话 自身事业发展不错 个性比较强 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 男子仿佛 女子仿佛 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 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 脸小 额头窄 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 如果头部长得较大 但是脸型较小 额头尖窄的话 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视 首先来说 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 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 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 而且智慧有限 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 想要获得成功 需要付出 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 眼睛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 心理和交际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 而窄小的 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 但是缺乏大智慧 考虑问题时 目光也比较短浅 只注重眼前的理智 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 容易因小失大 经常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与他人发生矛盾 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人缘比较差 经常容易得罪人 而且喜欢一意孤行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所以遇到困难时 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 耳朵小 耳朵在面相学为 肾之外翘 主一个人的寿命 健康 智商和福气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 长得较为薄小 没有耳垂的话 这种人大多 肾气不足 身体健康 状况欠佳 容易受到疾病困扰 而且智商不高 心性不够坚韧 做事缺乏坚持 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 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 就会显得焦头烂额 不够冷静和理智 待人处事方面 也非常的小气 所以一生劳碌辛苦 却难有作为 寿命难长 鼻子小 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博公 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 财库财路和蓄财力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 长得较小 或者鼻翼偏小无视的话 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 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对自己缺乏自信 缺乏决断力和魄力 于是总是畏首畏尾 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 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 挣钱比较困难 即使能挣得一些钱财 最后也很难守住 一生的事业财运 和仕途运不佳 难有什么大的成就 嘴巴小 嘴巴是一个人说话 吃饭的重要部位 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集能力 和享受欲 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工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 对待金钱的态度 和钱财进出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 长得较小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 比较的内向和保守 做事谨慎小心 缺乏气度和勇气 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 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 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 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花钱时大手大脚 不知道节俭 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 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 与大富贵无缘 鼻梁为极恶工 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自信 面向学中认为 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突出 则说明其人是天生反骨 鼻梁骨比较突出的人 太过于狂妄自大 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 就算别人是为他们好 提一些建议或意见 都不会听进去 这种人最擅长的一条路走到黑 别人的劝诫他不在意 等到最后孤立无缘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伸出手帮忙 眉毛杂乱 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杂乱 则说明其人的心思很重 面向学中认为 眉乱则心乱 这种眉向的人猜忌心重 对别人都比较不信任 只相信自己 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好 还会怀疑他们另有所图 他们这样的想法 不仅含了别人的心 也绝了自己的路 当靠一个人去闯荡 最后什么都干不成事 还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 腮骨外突 若是一个人两腮无肉 这样就会显得腮骨比较突出 而腮骨比较大的人野心强 欲望大 他们这种人的欲望 往往体现在生活方面 喜欢吃和享乐 说好听点 是懂得享受生活 说难听点 就是混吃等色 就算他们能从家里得到丰厚的财产 也会随着自己的挥霍无度 而坐吃山空 到最后 生活会过得很不如意 生活拮据困难 即使这样 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 而是会责怪身边的人 无须过硬 不管男女胡须 过分旺盛 过于蓬乱 都不是好事 男人胡须过分旺盛 毛发过粗过硬 容易性情粗暴 像李逵张飞一样 性情极端 酒后闹事 客气 客财 女人胡须旺盛 比较明显 包括体毛粗黑而硬 明显的阳性过激 容易性情极端 克服之命 家庭很难和谐 眼睛无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从一定程度上 能反映出其人心里 最真实的情感 若是一个人的眼睛大而有神 清澈明亮 并且黑白分明 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心地善良 为人正直 但如果眼睛无神 眼神游离不定 看起来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 说明这种人缺乏自信 没有主见 很难获得一定的成就 无法积累金钱 即使通过加倍的努力 获得一些财产 也会因为一些原因 白白流失 生活过得比较穷困潦倒 久而久之 也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有以上特征的人 通常运势都不是特别好 但并不是决定的 如果通过后天的努力 也能改变这一情况 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看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